演艺圈传来让人难过的消息 那就是有金马影帝之称的戏骨 演员陈松永去世 享年八十岁 单看陈松永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对不上好 但说到他在1993年 李连杰主演的电影《方氏玉》中 饰演的雷老虎一绝 却是无人不知 当年 他也正是因为在他影片中的一句 以德福人 让人记了28年 也让雷老虎的形象家喻户晓 成了一代人的回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新鲜事 我是小星 每天为您分享最先最报最好看的娱乐资讯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小星在这里等你哦 陈松永是中国台湾演员 1970年出道 拍摄了多部电视剧作品 一直到1989年 主演侯孝贤指导的电影《悲情城市》 饰演老大林文雄 才获得了金马影帝 之后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包括鲁冰花 方世玉 薇立尊 古惑仔六 红西关 风水世家等 因为外形凶悍 常常演出反派 或者狠绝 合作过的明星有李连杰 成龙 刘德华 郑一剑 吴奇龙 曾志伟等明星 他曾凭借电影《悲情城市》 在1989年获得金马影帝 是因为在港台娱乐圈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前辈戏骨 陈松永一辈子单身 这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陈松永出生的家庭并不富裕 小时候也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 家里还有个脾气暴躁的父亲 这也导致了陈松永 从小就在街头混起了日子 在他15岁母亲去世后 他更是越来越社会 陈松永曾经因为气不过 和卖鱼店的老板发生冲突 并拿刀子扎向老板的屁股 最后不仅赔了医药费 还被父亲吊在树上打得半死 但挨了这顿打 陈松永还是没长畸形 继续混成了道上的人 甚至还被追捕过 在一次逃的过程中 陈松永跑进剧组 正好被导演碰到 觉得他一身的江湖习气 很适合演反派 于是他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阿公殿》 而陈松永特殊的气质 也为他带来了不少工作机会 他也开始在越来越多的 影视剧里跑龙套 陈松永在年轻的时候 祖祖跑了17年的龙套 直到1998年 他在万子良主演的电影 《大哥大中》 饰演了一位戏粉多了一些的 江湖大哥形象 才被更多的人看到 从此之后 他有了出演主角的机会 赚的也越来越多了 一部影片的片酬 可以拿到上百万 但等他发达的时候 已经50岁了 所以 之后的陈松永 也放弃了结婚的念头 陈松永一生未婚 他也自愁自己是独居老人 晚年各种疾病缠身 据台媒报道 2006年 陈松永先是意外中风 导致行动不便 接着又有糖尿病 心脏钙化 犹豫症等期病 中间曾因为未出血送医 被诊断是胃溃疡 同年 因罹患白内障双眼几乎失明 好在当时接受了手术 但在2016年 他在家中不慎摔倒送医 行动也彻底丧失 但即使生病 陈松永也没有戒酒 就连上节目和外出 他都要带着酒 他觉得喝酒 能缓和情绪 抑郁症也能得到减轻 甚至曾说 活到80岁就好 过得开心最重要 而他生前好友也透露 其实陈松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只要坚持洗肾 就可以维持生命 但他最终决定 让自己好好地走 离世前意识清楚 可见应该是想得很清楚了 毕竟病魔缠身多年 可能也确实经受不住了 因为生前没有结婚和子女 所以陈松永 对用心照顾他的印尼外傭 约理当女儿 还让对方喊他爸爸 在2017年受访时 甚至承诺要留遗产给对方 等于立离台 或是他死后 他要给他200万元台币 让他安心回乡 买地做生意 表示能帮就帮 对这个贴身照顾自己的人 陈松永也是十分感激 陈松永病逝后 外界关注他的遗产分配问题 因为陈松永一生未婚 也没有孩子 曾有朋友抱他有私生子 但遭陈松永家人否认 陈松永出病当天 他的三弟陈鸿章 受访透露有遗嘱 但就没有对外透露 遗产分配方案 没想到 此时陈松永二弟 陈翁清突然现身 当场拍桌咆哮争遗产 表示遗产分配等遗嘱内容 都没有通知我 暗示三弟陈鸿章 想要独吞哥哥遗产 后来经过友人 以及律师的公证 遗产重新进行分配 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终于在近日落下帷幕 陈松永留下2700万遗产 急动位于领口的房产 经过友人协调 律师公证 除了两个弟弟依法可分配 还有他如亲如女的淤历 诗如己出的干儿子 几万年一直陪伴的 智友陈先生 另外 领口的房子 已交给房众处理 预估价值达3000万以上 成交后也将平均分配 其中陪伴陈松永八年的应拥 预理分配到400万元 23日搭机返回印尼 他说未来有机会 还会回来看看爸爸 陈松永生前与预理 以父女相称 亲密友好的雇佣关系 传遍台湾及印尼 照顾爸爸八年 预理离台时 不舍表示 他非常喜欢台湾 回去后不晓得要做什么 不过多年来 陈松永每日 给他双分的薪水 还给他精调作为年终奖赏 他在印尼已经买了许多土地 孩子也大了 未来还是会找机会 回来看看爸爸 陈松永生前交代 捐赠公益的部分 有人日前整理藏书 将捐给领口图书馆 并以陈松永的名义 购买价值350万的救护车 捐给澎湖县政府消防局 未来也将持续捐助 偏向弱势家庭 完成陈松永 一爱人间的心愿 不得不说 陈松永后世的安排 真的很周到 同时也为其 积攒了另一个世界的善缘 虽然传闻陈松永 没结婚没生小孩 但外界传他有私生子 杨烈出席活动也爆出 有一个儿子倒是真的 但在陈松永 林口加州灵堂现场 帮忙处理后世的 陈松永老友陈先生说 我郑重说 跟他认识20多年到现在 从来没听过 没有的事 而且我跟他20多年来 没看过杨烈来 陈松永二弟陈鸿章 在旁边复义点头表明认同 陈松永二弟陈鸿章 表示不受访 但陈先生被问到 儿子问题时 有凑近听他与记者对谈 陈先生说 陈松永30多年前 认了干儿子 是一位建商之子 当年陈松永 叶启田及那位建商 是很好的兄弟 没有孩子的陈松永 就占了建商之子为干儿子 后来大小产和 若干儿子陪同 都用台语 这软仔介绍 陈先生觉得 也许这样流传被误解 陈小芬之前 也说有听说 但强调自己是看新闻的 陈先生说 陈松永跟陈小芬 后来还是挺好的 看过他们打闹 陈先生说 干儿子现年约50岁 后事对我去帮忙 导演吴念珍稍早 也前往陈松永 对于林口的家中置意 上香后 吴念珍也和陈松永家属聊天 言谈中表示 陈松永这一生相当快乐 而且非常做自己 至于大家很关心的 私生子一提 吴念珍坦言 虽然认识他很久 但真的不清楚 谢谢大家 吴念珍说 陈松永这一生 比我活得快乐得多 他就是很做自己 叫他不要喝酒 他照喝啊 吴念珍也说 陈松永很喜欢我儿子 常会在我儿子面前学星星 也找我儿子一起吃饭 有一次吃饭 还带我儿子 去吃羊肉和鞭 他自己吃得很开心 我们就不敢吃 最后吴念珍再说 他真的活得很好 很开心做自己 他也向他的仇人夸耀说 我每天花一万块 我花到死也花不完 还真的是 他到死也花不完 杨烈在出席 国际桥排摄二杀青酒时 和记者聊到陈松永的神秘儿子 他透露上子 和陈松永讲的儿子话题 大概是两三年前 还说看他平时乐天 但大家好朋友都知道 他心里藏着些心事 虽然永伯不愿主动提起 未婚生子一事 但有时喝酒难免无意间会讲到 等到有人讲 在深入了解时 永伯只会用台语回一句 老话问这个要干嘛 虽没承认 却也不否认 但其实身边好友都认识多年 早都有听说 至于先前 以后陆小芬向苹果新闻网说 记得陈松永曾被爆出 走红钱和女友未婚生子 杨烈说 他一直都是单身 据我所知 好像没有交往过 但有一个儿子倒是真的 他从来不提儿子话题 对这类事情很敏感 也不知道事情是怎样 杨烈之前 在林口两人经常碰面 然后在林口叫车 因为司机都是那几位 连司机大哥都会向他抱怨 陈松永太爱喝 不过陈松永认为人生 不就如此非常豁达 根本把酒当水盒 杨烈表示 劝到后来会觉得 他的人生观和讲的道理 好像有点道理 杨烈也提到陈松永身边的应用 在他的生活已经占了 很重要的地位 他没有他也不行 所以荧幕上的一位老戏骨 陈松永生前带来的经典 可不止雷老虎这一个角色 另外他与周润发合作的电影 《监狱风云》系列至今让人铭记 那句经典的话语 好似就是他人生最终的归宿 天为棺材盖 地为棺材板 喜怒哀乐事 全在棺材里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 轻轻白白地来 轻轻白白地走 不带走一丝思念 不带走一片尘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集再见 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区留言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